可是我們來看呢 為什麼國民黨這麼做急了嗎 因為公投戰呢 還沒打輸 現在就開始抓戰犯了 重啟核四公投的領銜人 黃世修說呢 新北市啊 對核四公投的支持度 墊底就是最大的缺口 破口 所以侯友宜呢 會讓全線潰提 如果侯友宜背負戰犯之名 他的政治生涯就要終結了 對於這個連任化選 總統想都別想了嗎 資深媒體人趙少康 話想得更狠啊 他說黨員竟然跟黨唱反調 14個藍營的現場 搞什麼鬼啊 自私自立到極點 可惡 他還說 朱主席你要有權威啊 叫他們要辦說明會 不辦的縣市長 就算再強 明年都不給他提名選下一任 好 那藍營的媒體人朱凱祥呢 則說 侯友宜身為國民黨的首長 難道不該為黨說話嗎 侯友宜所謂的完全尊重民意 就嘴巴動個不停 什麼也沒說 還警告侯友宜哦 任何政治人物 如果無法回應我們的需要 那以後我也不會 站在他背後支持了 那所以資深媒體的 黃超校就說了 看看這個狀況 公投戰藍營不只被壓著打 還自己內亂 所以公投的結果呢 國民黨不只很難教訓 民進黨還可能自己被殲滅 就問一下這個年晃 你怎麼看哦 哇戰犯 居然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你怎麼看國民黨 這樣亂成一團 還有在這個立法院 現在居然 這個殃及無辜 明年都有總預算全部庭審啊 對 我先來講總預算庭審的部分 國民黨這一招說實在的 其實我覺得使得並不漂亮 因為他們的理由是說行政院刊登了一個廣告說 每豬每牛一樣安全 然後說這個行政不中立哦 因為公投跟選舉不一樣 選舉選人任何政黨在執政的時候都不可以幫單一的個人或政黨去做宣傳 更不用講花錢買廣告 那公投不一樣 因為今年的四項公投其實是針對政府現在已經在做的四個政策在提複決案 因為他是反對嘛 所以我要把它把它推翻掉嘛 那政府本來就站在反方啊 這很正常啊難道你要人家在擂台上跟你比武的時候然後兩隻手綁起來都不能還手 讓你隨便你打嗎 對 如果政府政務官不幫自己的政策去辯護那才叫失職嘛 所以這沒有什麼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因為這是公投跟選舉不一樣 國民黨如果說你確定不審預算 那可以看到的是我看他這個樣子 昨天擺出這種態度 其實我看陳雪生跟那個李德維是有點尷尬的 因為他們原本可能也沒想到 就突然黨團通知說今天就不審了 今天就不審了 對 那也你因為其實 當然最後不希望走到這樣 其實審預算本來就是在野黨應該要很重要的一個職務 那你如果不審的話 其實以民進黨人數優勢 他也可以進付二讀三讀啊 當然也是可以過啊 只是誰都不希望這樣 連民進黨立委都不希望這樣 因為大家還是希望預算可以拿出來好好監督討論 那你如果真不審 我在想公投錢大概不會審的 所以看起來這個會期的臨時會是開訂的啦 那明年牽涉到的預算有新增的部分 包括軍工叫加薪 三月份開始的高中以下斑斑有冷氣 不運的補貼 然後長照 很多都很重要耶 都卡住了 那都卡住了 那這個恐怕 到時候壓力會回到國民黨這一邊來 你可能會回到這邊來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審預算 你如果是對行政院花錢登廣告這個部分 預算有有意見 你可以提出來討論 但是你不能把全部一兆多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你通通不審嘛 你這個有點違反比例原則 那當然說來說去也就是為了公投嘛 那國民黨為什麼現在的公投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其實黃世修趙紹康他們是在找戰犯 是在為自己找台階下 為自己找台階下 他們兩個都算公投豬隊友啊 黃世修太扯了耶 黃世修 黃世修太扯 去嗆人家 先嗆這個徐永輝台電的恆人發展處處長 又去嗆何志偉 你覺得這樣子會增加大家支持重啟核事嗎 這一次我早就講過 這一次公投不管結果怎麼樣 兩個人獲利 一個叫羅志強 一個叫黃世修 因為羅志強每天睡凱道有聲量嘛 對泛蘭的支持者來說 這是最重要的 哪根最重要的 朱立倫12月17號才我要去睡 對你才睡一天 我羅志強睡了多少天了 然後黃世修賺到個人的聲量 可能他的YouTube影片可能抖內又多一點了 所以他們因為他知道不會過 所以他找佔飯 找侯友宜找佔飯 那趙孝康也是啊 六碗豬肝湯耶 現在他外號叫做趙六碗耶 六碗豬肝湯這種話你都講得出來 好歹你也留美博士耶 雖然你不是讀這個 我記得他常是讀工科的 碩士嘛 對工科碩士嘛 好歹你也有點知識嘛 對不對 而且趙孝康自己是會做菜的人 你會做菜的人 怎麼會想到說 要用冷凍豬肝來煮豬肝湯 你如果一天電人我 我不擔心中毒會擔心中風 那等一下會太高嘛 也沒有人會去一天喝六碗豬肝湯 這難道不是豬隊友嗎 他們現在在找佔飯的目的 是在為自己搭下台階 不過呢 對國民黨這14個縣市長來講 趙孝康不是點名嗎 所以你14個縣市各辦一場 不辦明年不提名啊 對這14個縣市長來講 我在怕你 侯友宜你不要提啊 對啊 新北市明年不提侯友宜 不然你叫早上來選嘛 看他們贏了嗎 明年這十四個縣市長扣掉不連任的 就是任期已經到了 要連任的 請問你國民黨找得到人嗎 這才是國民黨的問題 這十四個縣長他根本沒在怕嘛 我如果是侯友宜我幹嘛怕你啊 不然你明年不要拿名 我正好二零二十來選總統 這才恐嚇我了 當刑警會怕你恐嚇喔 對不對 對侯友宜來講 他有恃無恐 你明年國民黨新北市想要繼續執政 你只有靠侯友宜 對啊 我你朱立倫來算 我你提名趙少康來算 提名黃世修來選 你看會不會贏嘛 對 所以你這一招根本沒用 他們沒在怕你 可是你這凸顯國民黨一個問題 你要發動一個這麼大的政黨 對決式的公民投票事項 你黨內意見你都沒有能力整合 民進黨裡面也有不同意見 對於萊豬的他們也有不同意見 可是民進黨可以整合 你國民黨你連這個意見都沒辦法整合 你朱立倫你這個處理政治的能力也太差了吧 你這個黨主席做的也太爛了吧 以前我們常想說江啟臣處理政治能力很差 我看朱立倫比他更爛 你這樣2024還想重返執政哦 先搞定這14個縣市長再說吧 我先講公投的部分啊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現在已經走火入魔了 我覺得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這一次引爆 這一次國民黨決定要杯葛總預算的 這個導火線就是這張圖 這個就是雜誌所刊登的的廣告 美牛美豬一樣安全 然後怎麼樣寫說請安心實用 大家看一下上下左右角都有什麼 都有美國國旗 我說真的如果你不看到那小小的行政院字樣 你真的以為這是什麼 這是美國肉商啊來做的廣告 奇怪 這是在宣傳美牛美豬跟台灣什麼關係啊 我說真的而且這一次的公投是反萊豬 也不是反美美豬嘛 所以行政院做這種廣告不得不起了 你今天可以拿100萬做這個雜誌的廣告 明天你可能就拿1000萬去做電視廣告 你可能就拿1億去做網路廣告 不是嗎 你這個完全沒有把這個什麼民主政治最重要 那個紅線守住嘛 我坦白講我真的覺得很可惜啦 當然這個什麼 之前我們就已經質疑了 你包含在中油加油站裡面 也貼了這個所謂的這個反公投的這個廣告 之前行政院副業長沈隆金 就漢翔公司人家是找廠商啊 這做說明會結果他還在那個這個場合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反這個不同意這個四項公投 那我請問未來所有標政府案子的廠商 是不是通通要來排隊 通通要集合聚會要求他們 你如果要標案的話 你就一定要不同意這四個公投 是這樣嗎 完全這已經不是人家每輸每流在搞在一起 這不是牛豬不分啊 這叫黨國不分啊 我真的覺得太可惡了啦 這個當然現在民進黨人現在就在虧國民黨說 啊你這個人就不審預算啊 我們接下來還有說新興計畫什麼的 第一個我先講按照預算法第五四條 如果預算沒有在如期審完的話 只有新興計畫會受到影響 你舊的原本的該有的包含公務人員的薪水 原本的這個計畫 預算執行通通會進行 其實不會受影響 被影響的是新的啦 那民進黨要批這個沒道理啦 為什麼 想一想看民進黨過去有沒有杯葛預算嘛 我來舉例2009年 當時也是美牛 你看又是來又是牛 當時美牛的時候 他們也是杯葛總預算啊 再來核式總體檢 他們也是據審預算啊 所以我說過去 這都是他們在野的時候用的招數 那現在國民黨我說真的 沒有人願意做這種事情 預算坦白講對人民還是很重要 對這個國家的運作還是很重要 可是不得已啊 真的是忍無可忍 你竟然用這種方式 如果你是政務官去宣傳 甚至去參加民進黨的肇事會 好 做你去 沒關係 但是你現在已經動用到公帑 都用到人民納稅錢 我只要坦白講 據我們了解啦 你想想看 只會有這個廣告嗎 不會的 後面還有 我們就是要避免後面廣告 繼續出 繼續拿國家的錢 來做你不同意的宣傳 我說真的 公投法裡面 裡面就有規定了 你要讓正反雙方 都有公平的機會 不管是辯論 說明會也好 都是這樣嘛 那請問現在有公平嗎 你現在花了這麼多錢 去做這個廣告 那請問你有給國民黨或潘中正老師 或者黃世修 給他們預算去做廣告嗎 沒有 所以這個事情 我說真的 我們用這樣的方法是不得已